嗨大家好我是Adler 這次帶來的東西有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要在iPhone上面介紹一款APP 那這款APP是免費的 也可以剪輯影片 這款APP叫做VideoByte 那這款VideoByte為什麼要介紹這款APP呢 是因為它可以很快速的把兩段影片剪在一起 我們直接進到VideoByte裡面 我們先把它拉到橫的模式 這樣大家看比較清楚 進來VideoByte以後 可能第一次執行的朋友可能會看到一些介紹的畫面 不過那些都不用管 我們看到主畫面就是有三個標籤在右上角 第一個就是選擇我們的影片來源 第二個是剪輯影片 第三個就是直接輸出了 非常快速 我們看第一個選擇影片這邊 就等於說就把我們的素材直接開始來剪輯 這段話就有講跟沒講一樣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三個影片素材 那這其中一個影片素材是關於 我在公車上遇到一個頭灰搖來搖去的搖頭女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搖頭女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在公車上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就是一直搖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拍的時候不是很專心的 而且就是會怕他可能突然轉過頭來發現 所以說我拍的時候 就是有點就是鏡頭會拉到別的地方 然後再帶回來這樣子 我們先看他把頭搖一搖 好關起來 不是關起來 暫停 那這邊我就先不介紹聲音的部分 因為我這個影片沒什麼聲音 那這個APP他也沒辦法加音樂進去 就是等於說只能用你原本影片裡面的聲音 不過這樣也好 他的功能比較簡單一點 好 現在來進入重點 右下角有個愛心 那這個愛心就是選擇 我們想要把影片選擇起來的地方 我們在螢幕上任何地方直接拖曳 就可以快轉或往 不是快轉 往前轉或往後轉 我們看一下 假如說 因為最前面這邊其實看不到他太搖頭的一個畫面 那到後面的地方他才開始搖頭 所以說呢 我們再把我現在想要的片段呢 就是這個地方 我再按一下右下角的愛心 他就會開始錄製 然後我再按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出現一個黃色框 那個黃色框就等於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素材這個片段選擇起來 好 我們現在 再按一下右下角的愛心 他就出現了一個 Selected 然後呢 就把它跳掉 然後這段黃色框就是我們要的這個範 然後呢 我們在上面 這個黃色框 我們可以直接 在右邊或左邊那兩條線的地方按住 然後進行拖曳來選擇他的長短 然後呢 他最妙的地方是 他可以在同一個影片選擇兩個以上的片段 假如說我今天看看 我覺得前面的搖頭的片段也可以用 我一樣把我的指標拉到最前面 然後按一下愛心 他一樣會開始錄製 然後再按OK 不是OK 開始播放 開始播放之後 他就開始繼續錄了 不是錄 繼續選擇 然後再按暫停 這樣子我就有兩個片段可以使用 然後當我選擇好之後 我再按back 然後這段影片就選擇起來了 然後呢 現在我要選擇另一段影片 另一段影片是什麼 就是我本人就是拍這段 搖頭女人的時候不太死心 後來我就跑到公車後面比較高的地方繼續拍 所以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片段 這個片段基本上就是我已經走到後面 然後畫面最中央 這個拿著輸的整個人是搖頭女人 然後他依然不死心的在搖頭 好從這邊可以看到他擺出的就是 那個Super Junior 他唱那個Super Girl的時候 那個副歌的第一個手勢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的人沒有關係 影片剛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在搖頭 就是他這個搖頭狀況不明顯 所以說我們一樣要稍微往後拉一點點 當他把這個Super Girl的姿勢擺出來 欸這個地方 再往前一點點 好我們一樣按一下愛心 再按播放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想要選擇的地方 好如果我不要選了 我應該要把右下角愛心把它按掉 我剛剛沒有按 好他就會選Moment Selected 好我一樣看往後看一下有什麼 我還要片段 好檢查一下發現沒有了 好按Back 這兩個片段現在選起來 假如說我右下角勾 我說這段我不要了 我就把它勾掉 但是如果就是要的話就是這樣勾 我講什麼廢話 反正就是勾跟勾 就是要勾不勾 就是按右下角的地方就對了 好兩個片段都選好之後 我們進入編輯畫面 按一下右上角葉遷中間這個地方 有一支筆的這個 看起來就是一副要編輯的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三個片段 那按住右邊這個 大家應該不陌生這個圖案 就是可以按住就可以往向下決定它的順序 按左邊就是播放 好按暫停 按Back 然後Play All 最上面這個Play All 這個不是最上面 這是倒數第二上面 反正就是上面的地方 按Play All的話就可以全部播放 就是把看一下說你把這些畫面全部剪在一起是什麼感覺 好那這個畫面應該就是我們要的了 然後這邊呢要加一點點東西 就是它前面可以加一個Title 按一下那個T的地方 左邊的第二排 按一下之後它可以決定你的Title 這時候可以決定Title的風格 我們在這邊按一下 然後按下面的Title Text 就可以選擇你的 這個叫什麼 你的標題要叫什麼 我們看一下 按一下搖 頭 女 好按Done 然後呢我們的標題就呈現出來了 然後在右邊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每一段影片的後面 都會有這個一個斜線的這個方框 這是那個轉接話 不是轉接話 那叫什麼 過門 不是過門是音樂 不管啦 反正就是一個Transition就對了 然後呢我們按一下這個Transition之後呢 它有四種方式 那我們就選最簡單的 Cross Dissolve 就是Fade In Fade Out 好 在下面一樣 我們一樣選Cross Dissolve 按Done 然後呢我們再Play All 看一下這是不是我們要的一個感覺 順便一提 它這個標題沒辦法決定長度 所以大家就是 打了只能決定它的風格 跟它的字要寫什麼而已 我們快速拉到後面 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的淡入淡出效果怎樣 對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影片簡單來說就編輯完成了 它的片尾不會有任何的東西 所以說它就講求一個效率快速 純粹就是把兩段影片接在一起的一個APP 所以右邊呢把它點下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Title 它這個Title通常會跟我們原本 設定的Title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到這邊來 然後呢它下面有三個選項 喔 玩到Facebook了 第一個是下載到那個 不是下載 就是儲存到那個相機 相片那個APP裡面 然後到再來是上傳到YouTube 還有到Facebook 那通常呢就是先選 就是看你想要選哪一個都可以 反正就是這樣子 儲存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相機膠卷裡面找到了 好簡單來說 這個V6by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功能非常的簡單 然後最後講一下 為什麼我突然這麼不務正業 來介紹一個iPhone的APP呢 是因為之前有一款APP叫做X-REC 這個X-REC呢 它就是 是一個螢幕的錄影軟體 它不用JB就可以進行螢幕錄影 那它上架兩天就被下架了 那之前看到的廣告 不是廣告就有了 其他人介紹去下載 沒想到過兩天就立刻下架 讓我覺得一種賺到的感覺 所以呢 立刻就來進行一個 就是螢幕錄影的分享這樣子 好 那希望這個APP呢 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最近有一個很紅的 叫做Road Movies 我們看到就是畫面的上面 除了V6by體以外 另外一個Road Movies 這個網路上有很多的介紹 好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講了 反正大家知道有V6by這個東西呢 比你原本iPhone內建的一個 相片裡面的剪輯功能 還要再稍微強大一點 而且方便快速的一個APP 大家可以使用看看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告一告 祝大家 有V6by體以外 再請我